本月即將出現超過奧運 超過羅烏戰爭 超過哈爾戰爭 超過委內瑞拉 孟加拉局勢 最驚霸的國內新聞 有是真正百年未遇大變局的信號槍 這個叫做楊小平 是前解放軍司令員楊勇 這個也是1949年所謂開國上將的兒子 就說8月會有驚雷 這個驚雷究竟是真雷 還是雷聲大意點少 還是一個美好的願望呢? 魯士 這個在網上出現的已經出現了好幾天了 每一個星期都有三、四天的了 我暫時就不太相信 因為真正的雷不會事先告訴你 是於無聲賜聽驚雷 有聲的那些響雷 響雷就不是太過勁的 最怕那些看天雷 失禁無神 爆出來 現在這個楊一平這個是有聲雷的 就是一路下雨一路響雷 變點不能 講到這麼多 我暫時都是一半一半 是有大事 但是是不是他講到八年不變一遇呢? 唯一八年不變的大變局 就是習近平死了而已 其實觀眾朋友對這個八年一遇的大變局 其實你們的期望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留言 我們討論一下 他都有講過 什麼超過俄屋戰爭 超過哈爾戰爭 超過瑋磊瑞拉 孟加拉的國勢 超過孟加拉 孟加拉的變天 你這個信號比這個變天更好 這個孟加拉的變局是政權落臺 那執政了15年的克斯拉就落臺了 一夜之間 比這個更好的一個變局 是不是? 如果真是真的好 那真是一天都光了 落河山 假如我不知道是什麼 這個楊一平這段東西寫的時候 孟加拉的女總理還沒落臺 我估計 所以俄屋戰爭 這段東西出的時候 都沒有烏克蘭軍隊進入去俄羅斯的領土 這個Cursed的州 霸了 佔領了 差不多一個香港這麼大的面積的地方 現在距離莫斯科都是好像說二、三百公里 甚至可能到我們直播出的時候 可能剩下的 可能百多公里都不出奇 如果看著莫斯科的話 那這篇東西 這個網上楊一平說話 都沒有看到烏克蘭軍隊居然 居然在戰後第一次出現 俄羅斯的土地被外國軍隊入侵 上一次是被希特拉的軍隊 所以他講的俄羅斯戰爭並不是最新的情況 所以我說這段東西是一半一半 有一點誇張的 除非唯一不誇張的就是他講的 八年未不遇的大變局就是習近平死了 如果習近平死了你就不需要預告了 現在立刻掃羅打鼓 立刻告訴大家習近平去見馬克思了 是不是?所以有一點希望習近平死的味道 但是希望而已 未曾成為事實 暫時 代表大家對中國的變局有期望 是不是何先生 始終 還有我們剛剛講的前面的一部大部份的新聞 都是根據那個新聞的事實去分析 最好這個就是傳聞 坊間的傳聞 中南海大陸那邊的新聞都是黑箱做的 我都看不到的嘛 我們只會經過一些人民日報 黨媒裡面的一些跡象來進行一個解決 看看中共裡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可能還要看這幾天的發展 是不是何先生 如果有的話 我再給大家報道 大家看中共政局 最關鍵不是看習近平生還是死 而是看他們黨內內鬥哪些人 最有神力鬥出來 中共整個100年以上的中共黨史 是一個黨內鬥爭史 是你死我活的鬥爭 因為中共的出生就是提倡鬥爭 第二 仇恨 有仇恨就有鬥爭 現在對外邊的那些敵人 階級的敵人 自然有仇恨 黨內的敵人一樣是 內鬥更慘烈過鬥黨外的敵人 所以最重要就是中共黨裡面 哪些實力派可以掌握大局 如果沒有實力派 個個都這麼高這麼大 就分分鐘就火拼 就會出現了內戰 因為個個都不想讓步 沒有了大佬之後 也可能個個都不想再接你一旁 這堂爛灘子 因為會被人家 好像孟加拉那樣 孟加拉那些權貴又開國 那些開國元首啊 開國政要那些後代和家族 現在逐個逐個被孟加拉的民眾 逐個家庭去清洗 就是說死全家 死全家族那些 就因為這些權貴 霸佔了一些位置 霸佔了一些好處 過去那這麼多年 一直在逼迫那些百姓 現在百姓反撲 就要做你的世界 當然這些冤冤相佈 定不可取 但是孟加拉現在就是清洗著 你來壓迫我們嘛 你用開國的要人 不僅你要人可以霸著這個位置 下一代還要細集 將這個位置細集下去 跟中國有什麼分別? 所以中國也都應該看到孟加拉 你是壓迫人民 壓迫了這麼多年 人民怎麼看你呢? 到後來會不會血債血償 也都會抓你回頭 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所以後習近平時代 中共出現了暴民政治 是絕對有可能 可能是暴裂過孟加拉 十九倍都不像 因為是一個叢林世界 是一個森林的法則 是中共製造出來的 是將文明世界的東西剷掉 也都將過去傳統 儒家那種有秩序的社會清光了 中共就是養股為患 捉蟲上身 到最後那些人就用你對付階級的敵人的方法 對付你中共的權貴 紅二代、官二代、富二代、什麼二代 這些就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條路是中共選擇的 以後你PK就不要遠一點人民 因為你嫁到人民這樣對付敵人 那些人到最後要反你的時候 一樣用你教的方法 因為你一直洗腦 洗到那些人就對你深受大恨 因為你剝削得很重要 尤其是最近山西傳說那些 那些屍體 這樣去對那些屍體 這樣去對人死了之後 百姓死了之後都死無葬身之地 不僅死無存屍 都要給你這樣去對待屍體 這些違反了人們那個文明的底線 跌破了 中共你阻礙了 你結果要承受的 出得來走的 經常都說江湖規矩 中共你自己倒台之後 你自己要還 人民就會跟你算 這個是中共選的 不是我們鼓勵人民 這個就是你 你弄一個這麼暴烈的政權 以階級仇恨 以鬥爭為綱領 但是到最後你倒台的時候 你都是用回頭 以致之華攻止之盾 所以不強調人民和充共濟 不可用普世價值 不用人類文明的方式去管治那個國家 到最後這幫有權的人 一定是死無葬身之地 所以孟格拉已經是一個例子了 哈招軍體也相同 這個我少說得準不準 哈招軍體也相同 所以說我們剛剛說了這麼多 中南海裡面的詭異的處處 所以等幾天看看會怎樣發展 還有中共官方的上海那些 現在好像還沒露面的 要快點露面去披耀 如果不然全民紛紛 最好真的不知道怎樣收拾 或者真是要 最慘啊 那真是大件事了 最慘是群龍無首啊 群龍無首就是因為習近平 過了十幾年、十幾年、十二年 將那些有能之士斬斬斬斬斬斬斬 將他的嫌疑、懷疑、敵對分子殺殺殺殺殺 接著對於不聽他爹的那些人 暈暈暈暈暈暈 混了下去陳誠 那就做到今天了 沒有了你習近平之後 每個其他就惡、惡、惡 有些還散水 有些滋潤了 管理國家管理都這樣 都當充了 這些是不符合 過去的二十世紀的 國家治理的ABC 完全不符合 但是中共是違反人類道德底線 結果它都會被自己 搞到那些亂了的方式 它都要吃回自己做出來的亂屋 這個是亂有頭債有主的問題 我見得到現象就是習近平不見了 不見了很久了 快一個月了 現在這個直播都是香港時間11號晚上 上個月不是去年 上個月7月15號 三種傳媒開幕的時候 有個影像在中央市出現過的 跟著中間插了一個 習近平的物體的形象 出現了在越南駐華大使館 很多人都分析我們都可能講過懷疑 高度而至是一個替身 那是不是替身呢 如果不是替身 是真是習近平的本尊 為什麼它只是後外越南駐華大使館 又不通街行下 現在奧運會 中國拿了這麼多金牌 為什麼不出來呢 賀一賀 祝賀中國 又再在體育 又登高峰 打下氣啊 為什麼它一直都不出現呢 到現在11號 巴黎奧運會都廢幕 為什麼現在準備舉行的時候 都還沒見到習近平 這麼大的喜事 習近平沒有理由決席的嘛 所以我們又要講 毛澤時代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最近由官媒、黨媒 一直去到我們看到的一些 可以看到的事實 也都可以聽到的傳聞 都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肯定不會當傳聞 謠言就當新聞 不過呢 我們都告訴大家 有這樣的謠言 叫大家 都要注意一下 又怎麼分析的角度 大家知道Lucy講事點 又不是跟人家講謠言的 是講新聞 和講分析 我們都有根據 盡量給我們的客觀分析 那學生 我們看到的訊息 我們先說是看到的新聞 大家在網上可以搜到的 我也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出來的 中共的黨媒《人民日報》 8月9日發布了一篇文 叫巴大河的腰架 側記 側就是側邊的側 這個就顯示了 其實這個巴大河的會議 已經結束了 8月9日到今天已經是11日 未見到東部的上會 有露面的 到現在這一刻 那些高程 都已經是集團 失蹤了 這是第一個失蹤 第二 大家知道7月15號 三中全會的時候 習近平有一篇專稿 就是改革加習近平 那篇文又下架了 現在就是人民日報 就是習近平摘下身 不是天天可以曝光 露面在人民日報上面的 那我今天去查了一下 依然今天的報道 沒有習近平的名字 還有一個人民日報的報道上面 寫到總書記 習近平的名字都不見了 所以現在這些 我們見得到的現象 我想交給何先生 幫我們解決一下 好啊 8月9日就是 黨媒《人民日報》 發表了優價側記在頭版下 那又似乎官方宣示 這些專家 就是在北戴河那些休息 那些叫專家 那很奇怪的 那些專家可能都七六八十 或者八九十歲的了 這些專家其實就是黨外原武為主 當然也都不排除 有很多技術官僚的專家在裡面 那他們的休假結束 但是中共最高層依然是隱身的 起碼習近平也都沒有出來 或者他在開完會之後 和大家委員握握手 或者在北戴河 在一個休假聖地附近 路一路上 現一現身 和那些當地群眾 就打個招呼 沒有 官媒也都沒有講高層 恢復公開活動的信息 也很奇怪了 開會也是好像秘密會議 好像那些黑社會會議那樣 怕死警察來蓋檔的 但是開完會之後 也都沒有一些 散了我們現在就正式恢復辦公 大家不要忘記 北京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 說了他們是休息 休息到什麼時候 19號 現在才是 這篇《人民日報》 開完會都是9號 那還有10天去了哪 那為什麼外交部還不開國啊 偷懶啊 蛇王啊 就是說 是 正式會議可能是完了 但是那些專家 和那些官員 就繼續去follow up 有分析就說 中共常委他們的休假 似乎就 就並不是好像《人民日報》說 什麼休假側記 表示大家就是大功告性 今年這個北帝後會議 就是很詭異 也都開得絕對不輕鬆的 不輕鬆就是說 會前會後 都很多坊間的傳聞 網上的消息 這個休假側記 大家看到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央人民政府 在《人民日報》發表 這些是官媒 告訴大家 開完會了 那這個休假側記 仍然是被人感覺到會議 似乎 似乎會議 還有很多消息 還未曾公開 也都沒有說 它是側記而已 但是它用得側記的意思就是說 借給大家看一下 不是正式的消息來的 是旁邊那些叫做花碎啊 或者是可以跟大家說的 開會的一些枝枝葉葉 但是官媒還沒有說到 那他們的高層恢復工作 是哪些高層去了哪裡呢 那北京的資深媒體人高儀就說 這個《人民日報》這樣刊登專家的優假側記 就表明黨媒的老大 在北戴河的任務 老大就基本完成了 但是同一天 《新華社人民日報》 仍然沒有出常委的消息 這些七常委包括習近平 我們說習近平帶著六個小矮人 兩年前走出來那一刻 那就是說他們去了哪裡呢 那究竟是實際的會議什麼時候結束 也都在等最重要的一個常委現身 這個常委家是習近平 但是似乎習近平還是神人 繼續神人 快一個月了 又有 高瑜說有一年了 他說有一年北戴河會議結束的8月10號 當時的總理溫家寶已經去到外地視察 而官媒就跟著他去視察 是有文有露 有聲有氣的 但是今年的北戴河會議之後 習近平 會議結束 習近平 去了哪 那仍然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高瑜就說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很詭異 不是就是什麼謠言四起 而在於7月中的三中全會之後的北戴河 北戴河究竟是開了多久呢 什麼時候開呢 那為什麼有些事 不可以在三中全會那裡談判數 不可以拆判 要去到北戴河那裡解決呢 何況中間就夾住了7月30號的政治局 就是這個擴大會議 那說明了什麼呢 展覽說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今年的北戴河時間 絕對是有很多不尋常的消息或者活動 那有網民就在海外的X平台 就是以前的Twitter就貼出圖片 就說《人民日報》9號的頭版 沒有習近平啊 有網民就議論核心去了哪裡啊 隱約記得之前有一次北戴河會議 也都很久都不見他的核心出來 也都傳核心出事 讓子彈再飛一會 那又去到8月10號 《人民日報》的電子版頭版 同樣是沒有習近平 沒有他的文章 仍然是沒有他的照片 大家看到他是有西班牙國王 有來到這個就中西建家50周年 護河致電習近平 就是他的名字沒有看到 但是看到總書記 很奇怪 總書記沒有帶習近平這三個字 是很不尋常的 這個情況可以看到 似乎官媒這陣子有很多很特殊的表現 甚至用字用詞 以致到習近平的過去 過去那種差不多 天天見報 見親頭版 還有時頭版 可能七八篇文章 偏偏都是和他有關 今天就完全是倒轉 這個消失的情況是臨時消失 暫時神隱 還是長期無雜時代呢? 這個就是出現了很多版本 最近還有北戴河開擴大會議 這次擴大會議傳出 說習近平因為健康問題 辭去了軍委主席和總書記的職位 就由丁薛祥暫代總書記 張又俠就出任中央軍委主席 記住這些都是傳聞 是網上傳聞 現在不是在說新聞 是在說傳聞 不過他都有分析說 海內外從二十大後面 就是兩年前二十大後面 很多人都希望習近平出事 但是他不單止沒有出事 還對國內的控制力越來越大 直到今年七月十五日 三眾全會第一天 之後 習近平的真人 才在網上網下 都陸續消失了 就算有文字 或者有些照片 有些活動 我看到意大利到訪的總理也好 或者東蒂文到訪的總統也好 他那些活動的影片 都有細心的網友去分析說 似乎是有一些尼貓換太子 是由一些舊片撮出來 加上去就不是真正的習近平 是見這些外國的到訪的嘉賓 為什麼呢? 在東蒂文政府的官網 在意大利政府的官網 就是總理的官網 是見不到習近平 就是他們 他們那個國家 所拍下習近平 見他們的領袖的影片 這個很神奇 只是中共的官網有 但是他們的官網是沒有的 那這個就是 會不會是真的中共是 只是做假 做給自己的官網 人家政府 因為他拍不到習近平的本專 所以他們就沒有了 他們老實 但是中共就為了要整色整衰 要顯示習近平 還在那裡的 還在見這些嘉賓的 外賓的 所以看到由8月9號、10號 習近平還沒見到他的真容 那麼近年來 好像習近平在頭版消息的情況 其實是出現過的 那麼過去出現呢 都不是大家 都不是說特別 會引伸到他的健康有問題 但是今年很特別 因為三中全會開會 第一天已經被外界傳 習近平又中風啊 又老耿啊 還有啊 到最近傳說 他有換神 再新的傳聞就說 他胰臟癌有事啊 胰臟癌轉移到 去這個乾硬化 甚至是肝臟有事 以至於出現了乾腹水 講到刺層層的樣子 也都要強調 這些都是傳聞 後來我都跟大家講 有這樣的坊間的消息 但是他是不是不見了呢 但是李強很活躍啊 金正恩 在鴨六江那邊 即是新二洲那邊 他們 北韓的北部有水災啊 金正恩 都駕駛車去看水災去巡視 去慰民災民 可能李強覺得太不像樣了 那些金正恩 你自己都可以這樣 去到現場 我們堂堂央央大國 怎可能沒有影的 於是水災之後 安全了 水退了 李強都去到湖南看看 今天就補一補飛 叫做好過不做 但是最關鍵的 Lucy 似乎在官媒上對李強啊 對其他並沒有習近平的 中共高層的曝光率啊 還有他們的活動報道呢 似乎近期又都是不合比例地 是多了的 不單止多了 還在8月頭 國務院 即是李強看著的 還推出了促進消費發展意見的重要文件 要求提振消費 加強各類服務業 但是這個 所謂我們簡稱 國務院20條的文件 很神奇啊 因為它所頒布要促進消費 和過去那幾年 特別疫情 三年之後 習近平說 我們不會派錢的了 不行的了 派錢給他們養懶人 搞到他們依賴 他們一依賴之後 以後就不努力了 不盼命做事 所以習近平一直都是 不主張疫情期間派錢 亦後 速消費 派錢給他們 不做 為什麼現在李強 為疫情期間派錢給他們 為疫情期間派錢給他們 這麼重要的指示 居然發出這個20條的文件 不僅要速消費 對呀 還是要恢復一些以前很反感的 被打壓下去的教育培訓行業 遊戲機行業 還有直播帶貨 李強真是大膽啊 他說他衝著習近平 習近平反對的 不喜歡的東西 李強現在 趁著8月3號 是不是趁習近平病 就拿他命 推翻了這些 已經過去幾年 被習近平打壓到體無懸夫 以至到奄奄一息的行業 甚至很多這些行業的大佬 靠這些行業發達的人 都已經破產了 現在又說要恢復這些行業 以前的補貨老師幾乎有些被捕 那是用來臨急救市 習近平真的失勢 或者控制不了 而經濟實際太糟糕 要恢復這些民營的企業 要等到民間的經濟活力要恢復 很反常的做法 看來真的中共高層 有些很不尋常的變化 因為提振消費 是習近平一直都反對的 突然間現在又支持了餐飲業 要等他們可以繼續發展 又加強服務營消費 這些都是過往那幾年是禁區的 這個就是看到中國的服務消費行業 好像現在開始有些生氣了 因為這個20條一出 被人感覺到消費服務業 可能有一線生氣 雖然中國的消費服務業 是佔GDP 有統計說佔23% 就不像美國 美國是佔GDP的八成的消費服務業 中國只是佔四分之一 但是能夠擴大消費服務的服務業 就讓他們恢復活力 對中共現在奄奄一息的經濟 是未嘗不是一件 就是有補強的作用的 這方面 李強的能見度高了 他活動也積極了 一反過去兩年 李強幾乎忍生 幾乎好像出來笑笑笑口 說一些不等的東西 就交給習老大做 現在習老大不見了 李強就出來 是不是收拾殘局呢 那這一方面 是不是他受到高層 可能是武澤民的高層 要他做些事情 你是總理 要不然大家攬著死 這個經濟方面 Lucy 軍隊 軍中的媒體 這陣子都好像很不尋常 特別是在三中全會之後 軍隊的那些言論 很怪異啊 你有沒有留意到啊Lucy 嗯 觀眾媒體之前 我想多提幾句 就是李強這個20條 可能觀眾朋友很記得 是幾年前 中國大陸那個教育 打壓 加倍 是不是那些 補習社 那些警察一個門 一個鐵箱進去抓那些老師 整個全部被打散了 那現在李強提出這個呢 就有教育的 個人個人達質的教育都提了入行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你自己可以搞補炸死 給我的理解就是 你可以補炸死 你可以真的很多樣化的 甚至說到經濟改革 政府的透明度都有增加 反腐敗、社會保障 多個領域跟之前打壓的那些層面來講 好像整個反轉過來 所以見到有些分析是李強在那裡反撲著 習近平 是反撲啊 還是填補真空 現在都不知道 反正習近平過去那3年 所不支持的行業 甚至要打壓的行業 無論教育啊 電子遊戲 就是遊戲行業 以及民體旅遊 很多屬於服務性的方面 現在都好像有一線生機 有李強的口 有國務院那個系統 異地復活 異地復活 就是說 黨不贊成的 就是過去那幾年 就由政府的系統 給他們 可以發展 這一個是 可以說是習近平 是隱身之後 或者是他控制不了大國 或者是高層元老 叫習近平休息一下 不要再搞了 等人家去執二攤 換一換 否則中國的經濟就是這樣沉下去 黨都沒有好日子過 你習近平都不會有好下場 會不會這樣 所以李強就要執二攤了 就要把已經被習近平 扔了落字字樓的東西 撿上來 就叫大家可以繼續發展 這些服務啊 這些補習啊 總之 對民營經濟就放行 這個教培啊 遊戲機啊 服務啊 餐飲啊 只不過是最重要的那部分 其他那些民營經濟 在生產線方面那些呢 又如何呢 現在都不清晰 所以這個這樣 是習近平 是不能夠控制到大國 交由國務院去補回它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現在都不知道 會過幾天呢 習近平走出來之後又反台呢 不知道的 但是 另一件事不能夠這麼輕易反的 就是軍隊 那軍隊有傳聞呢 就說也都是相片 那張相片當然證實不了 是不是就是披圖啊 或者是被人改 但是那些軍隊大院裏面 本來呢 就有一棵牆呢 那棵牆呢 就是大家知道 中共的機關裏面呢 一走下去呢 就先有一個很長的走道 走道的通道啊 然後兩邊的那些牆呢 通常有一邊就是縱樹 另一邊就是那些石屎牆呢 就會有 那些刮印了那些口號啊 那麽軍中大院呢 就有一棵牆呢 就是有習近平 有句口號的 那麽有個習近平的樣子的 那麽現在 那麽突然間 那樣子消失了 被人游了去 游回去 那張畫的背景 那些什麽長城啊 那些這樣的背景 那些那樣的背景 那麽習近平的樣子消失了 那麽這個是一個信號 那麽畫面就看到了 第二呢 文字 那麽之前 就 有兩位都跟大家說過呢 7月27號 解放軍部 就是 軍媒 就發表一篇文章 要求要用批評 和自我批評的武器 去堅決反對一些事不關己 高高掛起 明知不對 小說為皆的融族哲學 但是要歷介黨外政治生活融族化 那麽要反對試繪作風 反對江湖雜氣 帶到黨外 不能夠將個人凌駕於黨組織之上 提出要嚴肅黨外政治生活 最根本就要認真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 大家聽到沒有 最後這五個字 民主集中制 已經在過去十幾年 習近平登大堡之後 已經甚少甚少 極罕見聽到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 就都是要重視集體的決策 要重視黨裡面的高層的一個共識的決策 就不是一人作主 親自部主、親自指揮 和這個親自部主、親自指揮 剛剛對著幹的就是民主集中制 7月27日已經提出民主集中制 這個字 現在到了近期 8月10日 《解放軍部》在軍網上登出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做 《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 又是講到決策了 就說現在看來就是很多跡象 軍隊裡面暗潮湧動 形勢複雜 高層內部可能出了一些重大的異動 8月10日《軍部》這邊文章說 近期 由中共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組織編手的 《民主集中制》獨本 印發全軍 就是說要在軍隊裡面 要宣傳民主集中制 還要大家去學習這個獨本 第一次民主集中制是 毛澤東為中共打天下 所提出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除了人民民主專政之外 就做民主集中制 很明顯是針對黨內一言堂 軍部這篇文章說 當前的形勢對議事決策的質量 需要更高的要求 就是要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 尤其在軍事領域 簡單來說就是反對個人說了算 現在過去十幾年 所謂個人說了算是誰 其實就是講習近平 為什麼如何堅持民主決策呢 文章說要堅持黨組織集體決策 還有先走群眾路線 大家很久沒聽到群眾路線了 要充分發揚民主 集中正確意見 要研究討論決定部隊戰兼備的重要問題 要防止用行政會議代替黨的會議 用全批文件方式代替黨委集體研究 搞個人專斷授意 特事特辦 就是反對這些東西 大家看到軍網這篇文章 就想一下誰搞個人專斷授意呢 很明顯這個文章是通過 整篇文章都是說軍隊決策是要反對一言堂 以後要堅持 剛才他的題目講的 科學民主決策要依法決策 種種的說法 好像就和習近平之前的作風 背道而馳 那麼很明顯就說明高層 最近那種高層異動和習近平失勢 或者甚至見到出了問題 所以軍部也都是提出這文章 是對個人崇拜是有一個反撲 那麼令人想你去年2023年11月 曾經支持習近平的留言 寫那篇文章批評個人專斷 當時那篇署名文章的作者就叫劉源 他是紀念劉少奇冥旦的文章 叫做《確立和堅持民主集中制》 加強組織與制度建設 他出現了在去年的年底 現在《解放軍報》 再將民主集中制由7月底 那篇文章講到現在8月 就是8月中 都是講民主集中制 那麼很明顯 習近平在軍隊裡面的話事 的份量是下降中 反對習近平江湖集氣 融俗化 搞個人 一人說了算 一言堂 這些反對一言堂的聲音現在是上升著 那就是說習近平對軍隊的 起碼對軍媒的控制力是下降中 那麼所以就剛才 可能我不是和老師說 所謂軍委會主席 而全民是換人 總書記又換人 是不是這些全民本身 是引證到中共現在好像出現了一些非常重大的 失去過去習近平過去10年的一員控制的局面 現在似乎出現了一幫集體的高層 就走出來好像在維持著大局 就是過去的大腦好像走開了 現在那個二老三老走出來就是 控制著各不同的崗位就發出了 反對過去一人不少了算的一些聲音 包括剛才說官媒 人民日報 人民日報就是中宣部最重要的一個窗口 習近平的樣子和他的名字大幅度消失 有人統計過 過去的一段時間大概一個多兩個月 習近平消失的頻率是誤變了七成半以上 就是人和相片和文字 就是減少了七成半以上 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少得很厲害 就是說習近平是出事的了 現在出了是健康 個人健康問題 這個是政治健康問題 這個就是 要看未來一個星期 習近平會不會生光走出來 如果是的話 是不是真身先 不要說這些是AI做出來的 如果是真人的話 網友就會認證過去的傳聞 全部都是你們造謠的 如果不是 但是跟著一個星期 去到八月中 甚至去到外交部 說休息 休息到19號 他們正式辦公 都還沒有見習的 誰出現呢 那當然是大事不妙了 上一集我和何先生的節目也都講過 就是代表蔡奇的北京青年報 就批坊間那個批牌那個方式 叫灌彈 那地方機軍代表李強的媒體 就反駁 就是大家黨媒打黨媒這個現象 所以何先生剛剛分析宣傳後 那時候有點失控 起碼你控制不了自己 本身是一人頭 大家都知道 何先生剛剛看到官隊 那官隊可能大家都知道 孟佳拉的官隊 那個官頭就不參與鎮壓 那個地方就變天了 那現在中共的官隊 早幾天是個南北總司面對面 還有現在有一個現象 可能大家要留意就是 國防部長董官 原本他在三中全會上 做到這個可以逮捕官會會員的 那現在是沒有以正常的程序 逮捕到官會會員 所以他現在這個職位 其實是虛的 那這個現象何先生你怎麼解讀呢 董官呢 是做了國防部長 代替了李尚福 理論上是三中全會 那些應該將他逮捕上去 做這個軍委會 軍委會的委員 就是做軍委 那些軍委是有國防部長很順理成章 但是沒有這樣做 我估計的最關鍵就是習近平 一是失控 一是失勢 而黨軍是由習近平 手提拔的 所以對於習近平現在 如果無論是政治健康 或者個人看到出問題都好 其他的高層不批 不批董官這個選擇 所以沒有將他 逮捕上去軍委 所以董官是少有 國防部長又不是軍委 這個很罕見 應該不合規的 理論上是不合規的 國防部長雖然 雖然人民解放軍是黨衛軍 但是國防部長到底都是代表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和其他國家同級的 這個國防部的代表 是交流 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軍方的No.1 沒有理由你在軍委裡面沒有他的份 那麼軍委做些什麼呢? 就是對外作戰的時候軍委主席拍板 就是說好像美國總統 三軍組司令對外作戰的時候 美國總統是有權發動戰爭的 但是當然一定要經過美國國會批准 但是起碼都由總統 聯同五國大樓國防部長 然後就向美國的國會 就是拿到批准就宣戰 但是中共這方面就 所謂國會人大算數 最重要的是軍委會主席 現在理論上還是習近平是軍委會主席 但是坊間傳聞現在有人做 張又合就頂了軍委主席 丁思辰就做總書記 那些傳聞來的 但是理論上 習近平作為軍委主席 你沒有理由你手提的國防部長 在三朝朝會 不逮捕進去代替李尚福 做軍委委員的 那這個很容易 很怪異 那所以顯示中共高層 是的確不是 不是那麽 就是一刻就對習近平 不是那麽他帶上來的國防部長 不是那麽拜 不復 最重要的是董軍 原來是沒有軍中的實質的經歷 沒有帶過兵 復不到軍中的一些 所謂真正的武夫 復不到 那麽現在就好像兩個部門是優價的 一個就是外交部新聞司 優價到19號 另一個就是鐵道部 鐵道部也是優價到28號 那麽很奇怪了 鐵道部優價 難道鐵道不開嗎 鐵道 太太知道都是運兵的 那中間發生什麽事呢?鐵道部要優價 那麽是不是要等 要等北大學報議呢? 這也是很反常的動作來的 老實 所以 今年北大學就認真 給人感覺就是 很多東西解不通 解不通 開了幾天會 有什麽人去開 達到什麽的結論 到現在 《人民日報》就是有個優價側記 但是 那個正題沒有人講得到 習近平去了哪 都還有一個疑 就是很令到大家全世界關心 他是不是真的失控 是不是真的失勢 還是坊間想他死 所以就在那裡唱衰他 唱到他病 唱到他生癌 要說是他真的有事 現在都 大家都是 在黑房裏面摸著那個帳 有些人摸到腿 有些人摸到腳 有些人摸到背部 就是這樣 現在真的是黑相政治的中共 也都證明 中共這個體制本身 是無需向人民 無需向公眾問責 因為它沒有選舉 它打回來的 所以變成了一個 就是一幫人 涉具了高位 但是他們做了什麽事 人民是當透明的 這個就是很異常 很不符合現代國家的一些常識 令到中國人就是 哇 看著北戴河大家 不知道發生什麽事 大家可以照顧過日子 這個就是一個不正常國家 由一個不正常的集團去控制 出現了這些不正常的 後果大家好像習以為常 慣了就算了 但是今年似乎 慣不慣大家都不知道發生什麽事 被蒙在鼓裡 比過去的北戴河會議 還要蒙得交關 因為以前開完會 習近平 或者其他那些高層 都會告訴他們 我去哪裏市場 好像溫家寶 去哪裏市場 馬上就立刻 央視鏡頭就帶給大家看 沒有需要猜測 但是今年 究竟要猜 猜謎要猜到什麽時候呢 會不會有驚喜 或者是嚇死呢 遲些 對中共的高層 不地台啊 Lucy